林平方YouTuber发明皇后 从我出身经过生命避过危险 是很多人救活我 你听了我的故事 会给你们为什么有这种巧合 我小时候给老师或朋友都说我很聪明的 为什么读不到有成绩的学历出来 老师也看出来我身体生虫 不敢告诉我妈妈怕麻烦 妈妈也不管我身体生了13年的虫 爸爸没有养 经常受到老师同学的取笑 读到小六成绩是不好的 这么多年来我是内心很自卑的 到现在我已经找出为什么了 我相信上天早有安排了 听佛说 有道理 我今天发明很多不用吃药救了我的中耳炎 止咳的方法包括很多生活问题的解答 如果我读到很多学问 今天可能做医生律师 赚多多钱 哪里有时间做发明皇后 还有 我在香港27岁才来到新加坡 听不懂华语 后来 我学习华语了 我说一样奇妙给你听 我做了Facebook加朋友 加了好几个女歌星做朋友 不知道管理员为什么骂我 我走了 后来加入装学中小组 本来我不听华语的 是因为来了新加坡学的 说到我的生日是农历七月份 我说给你们听很巧合 我的生日九月七号 装学中的生日在八月二十六 后来我发现了 觉得很惊奇 九点八点二点六 七 你看了有什么感觉 到现在 给我感觉 从我们出身 已经安排了不用埋怨 还有我来了新加坡的时候 常常做梦这个地方 跟我买的房子很相似 但我买了房子 到现在没有做这个梦了 感谢 你应该做梦 那这个梦 对 你应该做梦 是因为你升了 对 有一个难凝固的 我还有一个难 몰 有一个难凝固的